乐语流行乐坛里 玉女掌门人这个称号 想必不少乐迷还记得吧 从1980年代至1990年代 梁永齐的歌声曾经风靡一时 他的美貌和歌喉 令他成为当时许多男歌迷心中的梦中情人 然而当红歌手背后 却隐藏着一段波澜壮阔的感情故事 你还记得他和郑一剑的那段传奇恋情吗 今天就让我们来回顾一下 这段香港娱乐圈里 筷智人口的八卦吧 1983年年仅18岁的邵美琪 进入无线电视议员训练班 开始了他的演艺生涯 凭借着青春秀美的面容 他很快在无线电视展露头角 先后在多部电视剧中出演女主角 与事业的飞速上扬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邵美琪在感情路上却始终不得顺遂 邵美琪的第一个男朋友 是无线电视的制作人 齐齐亦 比邵美琪年长9岁的齐齐亦 是邵美琪训练班的教官 他的才华和成熟 让出色爱河的邵美琪沦陷 两人相差十年的恋情 持续了七年 却在传出邵美琪与温兆伦的绯闻后破裂 年少时的初恋 成了邵美琪心中难以磨灭的记忆 作为无线电视台的制作人 齐齐亦可以说是邵美琪 在演艺圈的启蒙恩人 邵美琪18、9岁的时候 刚刚踏入演艺圈 对未来还有无限的憧憬和幻想 而齐齐亦不仅才华出众 还很有耐心的指导邵美琪 帮助她逐步成长 或许是出于感激 又或许是年少轻狂 邵美琪逐渐被齐齐亦成熟稳重的性格所吸引 并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了爱河 对于刚刚走出校园的邵美琪来说 齐齐亦就像一位可以依靠的长者 她第一次尝到爱情的甜蜜和苦涩 却还不懂得如何去维系一段关系 两人的恋情持续了七年 最终还是以分手告终 分手对邵美琪的打击非常大 那是她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失恋 她难过极了 整日泪流满面 但演艺事业的发展 并不会因为感情问题而停滞 邵美琪只能强忍伤感 继续工作下去 其奇异带给邵美琪的 是一段轻松岁月中难以磨灭的回忆 尽管以分手告终 但初恋的甜蜜是她此生难忘的宝藏 多年以后 每每想起其奇异 邵美琪还是会在心底生起一丝暖意 那是她最真挚的感情 也是她第一次被爱与爱人的经历 会永远的烙印在她的心里 邵美琪和郑一剑是如何走到一起的 1991年 邵美琪和还在萌芽时期的演员郑一剑 在剧组相识 两人很快擦出了爱的火花 外界对女强男弱的两人 在一起颇有微词 但邵美琪却对郑一剑死心塌地 为了扶持郑一剑 她不惜将自己的资源 全部让给恋人 郑一剑也不负邵美琪的一片苦心 多次公开捍卫这段感情 仿佛要与全世界作对 那时 邵美琪的演艺事业如日中天 已然成为无限台的当家华诞 而郑一剑 还只是个小有名气的初出道演员 两人的身份地位存在明显差距 许多人因此对这段恋情难以看好 邵美琪和郑一剑都是在剧组认识的 那时邵美琪已经红透半边天 而郑一剑还是个没人知道的新人 两人的对手戏越来越多 熟悉程度也越来越高 从工作伙伴逐渐升温为恋人 或许是因为郑一剑稚嫩的外表 与成熟稳重的内在形成反差 吸引了邵美琪又或许是因为郑一剑 对邵美琪的呵护 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安全 各种复杂的心理因素在作用下 两人的关系快速升温 很快就确定了恋情 郑一剑对邵美琪的态度 让他深深感动 他不在乎两人的身份地位悬殊 只想尽一切努力照顾邵美琪 保护这段关系 郑一剑时时刻刻考虑邵美琪的感受 而这正是邵美琪内心渴望的被呵护的感觉 外界的议论纷纷 认为这只是郑一剑 为了爬上女友的红透半边天的肩膀 但邵美琪从郑一剑的言行中感受到的真诚 远远超过了这些负面猜测 他相信郑一剑对自己的爱 相信这份感情的真挚 因此他更加全心全意地投入这段关系中 不顾一切地支持着郑一剑 1995年邵美琪因多年高强度工作突发严重肝病 这段时间 他不得不暂停工作在医院治疗 而此时的郑一剑因主演电影《古惑仔》一举成名 成功晋级一线男星 两人身价地位的反转 加上失去资源的邵美琪状态低迷 让郑一剑承受了巨大压力 但是他还是尽心照顾生病的邵美琪 疲于奔命于片场和医院之间 邵美琪拍摄剧集非常投入 几乎到了睡在剧组的地步 长期的熬夜和高强度工作 最终导致他身体出现了问题 那时他已经成为无线台的顶级花旦 工作量和日程紧张到超乎想象的地步 结果就是邵美琪的肝功能出现了问题 不得不休息调养 这对事业如日中天的邵美琪来说 无异于晴天霹雳 他不甘心自己最光彩的时刻就此泡汤 却也无能为力 这个时期本该陪伴在他身边的 是他的恋人郑一剑 然而更让邵美琪难过的是 正当他因病休息之时 郑一剑的演艺事业却达到了新的高度 他凭一部电影一举成名 人气与日俱增 让邵美琪感到前所未有的落差感 邵美琪很担心 郑一剑会在这个时候选择离他而去 毕竟一个男人很难接受自己的光环 被女友比下去的窘境 他时时刻刻提心吊胆 生怕失去郑一剑 但是郑一剑在这段时间里给了他很大的惊喜 他不仅没有抛下邵美琪不管 反而每天在拍戏的剑戏赶来医院照顾他 陪他聊天 邵美琪看到郑一剑眼中的疲惫 心中满是自责与心疼 邵美琪这段时间的低谷 郑一剑用他所有的时间和精力来填补 他兢兢业业工作 然后将所有的收入都花在邵美琪的医药和生活上 郑一剑那种不离不弃的坚持态度 成为了邵美琪持续战斗的动力 1998年 郑一剑的演艺事业如日中天 风云中雄霸天下的巨大成功 让他成为票房王子 在宏馆开唱的他 对着舞台下默默支持的邵美琪 深情演唱 一生只爱你一个 将对方感动的热泪盈眶 纵然外界对两人关系早有微词 但郑一剑表白般的举动 仿佛宣示了他会永远爱着邵美琪 只要邵美琪一个的决心 1998年可以说是郑一剑演艺生涯的最高峰时期 他凭借电影风云雄霸天下 一举成为香港当红之手可热的票房王子 人气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 许多明星都会选择在红馆开唱 来庆祝自己的成就 郑一剑也不例外 他选择在1998年底 在红看香港体育馆 举办了一场个人唱片发布演唱会 台下万名粉丝的热情高呼声 此起彼伏 而郑一剑的眼神却始终聚焦在一个方向 坐在前排位置的邵美琪身上 在与观众互动的时候 他没有吝啬对邵美琪的公共示爱 当演唱自己的代表作 一生只爱你一个时 郑一剑更是深情款款的看向邵美琪 用歌声表达自己对他永恒不变的爱意 邵美琪也被郑一剑发自内心的表白 感动的热泪盈眶 尽管两人的恋情早已不是什么秘密 但郑一剑还是选择在自己最重要的时刻 将心目中最重要的人分享给公众 他的举动就像在向全世界宣告 自己爱的人只有邵美琪一个 这颗真心永远不会变 那么多人议论纷纷 质疑郑一剑的真心 但郑一剑用自己的行动和态度 证明了一切 邵美琪也由衷感动于 郑一剑对自己永不变质的感情 他知道这可能就是他这一生最幸福的时刻了 然而就在两人的感情即将达到高峰之时 郑一剑与割后梁永琪的绯闻却曝光了 原来在与邵美琪的七年关系中 郑一剑早已与梁永琪暧昧多时 为了和梁永琪在一起 郑一剑选择与邵美琪分手 天后强势介入这段感情 终结了两人七年的爱情长跑 1996年郑一剑和邵美琪的感情已经走过了五年的光阴 他因蛊惑在成名 事业达到高峰 两人感情也更加稳固 这一年 郑一剑认识了荡红歌后梁永琪 两人在工作上有了接触 郑一剑被梁永琪娇俏动人的气质所吸引 年少气盛的他 难以抗拒梁永琪主动的追求 渐渐与他发展出了超出友谊的暧昧关系 从1996年开始郑一剑就常常出现在梁永琪的演唱会上 他会送上妮子玫瑰出席梁永琪的活动 两人还多次被拍到一同出友 所有这些迹象都表明郑一剑出轨的事实 1999年 郑一剑和梁永琪的恋情终于被鱼记队曝光 两人接头热闻的照片 登上了各大娱乐版头条 顺时之间 郑一剑背叛邵美琪的消息 传遍了整个香港娱乐圈 邵美琪看到这些照片时 整个人仿佛被雷劈重 难以置信 他突然醒悟过来 原来在他陪伴郑一剑走过低谷 支持他事业上升的这些年 郑一剑早已经在背后偷偷出轨 和梁永琪勾搭在一起 邵美琪询问郑一剑 郑一剑也毫不隐瞒 直接承认了自己与梁永琪的关系 他说他对梁永琪是真心的 不想再继续隐瞒下去 为了和梁永琪在一起 他决定和邵美琪分手 这样的结果对邵美琪的打击是致命的 他完全无法接受 自己付出了那么多年的真心 却被郑一剑背叛 梁永琪强势介入 直接让邵美琪失去了自己最重要的爱人 后来的调查显示 郑一剑与梁永琪的暧昧关系 从1996年就已经开始 他们在工作场合多有私密接触 进而发展出超出普通朋友的关系 这说明郑一剑其实早在多年前就背叛了邵美琪 1999年 两人恋情曝光时 只不过是把这段隐秘的出轨关系 供之于众 郑一剑的所作所为 伤透了邵美琪的心 也践踏了两人七年的感情历程 邵美琪从此人生重心完全瓦解 难以承受这惨痛的背叛 分手后 邵美琪的感情是经历了什么 被恋人出轨 邵美琪受到了巨大刺激 在分手后许多年里 她的感情生活一直处于低迷状态 但仍难免传出多次绯闻 先是与已婚男星郑伦光的绯闻 后又与比自己小九岁的师祖男 被揭秘交往 然而稳定的关系仍然遥不可及 如今 邵美琪已经一人生活多年 她住在郑一剑当年送给她的豪宅里 过着低调的生活 郑一剑的背叛 对邵美琪造成了巨大创伤 她的内心世界完全崩塌 失去爱情的支持 她整个人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低谷时期 多年来 她试图通过新的感情来填补心中的空虚与伤痛 但都以失败告终 先后与郑伦光 师祖男等男星被捅破绯闻 都没能帮助邵美琪走出郑一剑留下的阴影 邵美琪后来选择了与世隔绝 住在郑一剑送给她的豪宅里独自生活 她不再接触娱乐圈 过上了几近于隐居的生活 其实邵美琪并没有真正走出那段恋情的创伤 她只是试图用这种与世隔绝的方式来保护自己 不再受到伤害 豪宅里的奢华生活 也无法弥补她内心的空虚与寂寞 多年来 邵美琪的感情一直处于停滞状态 她已不再相信所谓的真爱 只是靠工作和独处来填补人生的空白 这个曾经高高在上的女神 最终也难逃烦人的宿命 她至今依然截然一身 过着不为人知的饮食生活 邵美琪的人生经历了太多失忆和伤痛 她用自己的方式选择了与世隔绝 当红歌后强势介入 夺走了她最心爱的人 这一切都让邵美琪对人性丧失了信心 然而 我们不应因此对邵美琪的遭遇指指点点 在那个年代 一个女艺人能走多远 往往不由自己决定 邵美琪不过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她和所有成功女性一样 都在社会框架下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如今邵美琪已在演艺圈淡出 她或许会在豪宅中回顾那些风华雪月 看尽人情冷暖 我们只能祝愿曾经人气如日中天的她 余生安好